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回来时也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 想看看这里是否一个自由自在的乐土 回来后发觉加拿大人的确享有很多自由 包括言论、表达、居住、搬迁、投票、结社、集会等等 这几年政府更让国民自由吸食大麻 自己定出自己的性别或宣称自己是男还是女 可以有所选择和选择堕胎等等 所以在社会上非常重视的 就是要平等去对待不同年龄、不同膚色、不同种族背景的人 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展和贡献 我们就在离开Toronto市中心 不是太远的地方是置了业 我们就发觉原来周围的邻居 他们都是一些很久以前移民了来加拿大的意大利裔 或者是葡萄牙裔的人 他们都是一些好邻居来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移民 所以有很多时候都会互相帮助 和也会帮助我们 我的女儿也有机会在附近的公园和山间小径 认识了很多不同种族的人 发觉这种情况 比起我几十年前在加拿大读书 那种多元的文化和互相包容 的确是进步了很多 另外一样的加拿大是非常好的 就是医疗费是由政府承担的 当然如果是去到一些很刁钻的病种类 或者是你想要额外的照顾 你就要自己付钱 虽然是这样 但是其实在COVID完结之后 去找一个好的家庭医生 都是不容易的 需要很长的等候 那是不是这样就真的是一个落土 而没有需要适应呢 又不是 当我安顿下来的时候 就发觉这个地方的居民 没有欣赚很多的自由是得到快乐 那我们会看到精神健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长者是一个人 孤零零的 没有人照顾 而成年人也有很多是患上情绪病的 譬如抑骨症和焦虑症 癌病和各种隐病的病例也不少 而青少年很多时候是因为迷失 于是犯罪 亦都会枪伤别人 家庭暴力的事情 亦都屡见不鲜 在市中心 我们会看到很多人 在衣衫蓝楼和homeless 即是无家可归 就向徒人行乞 这些情况都让人觉得很担心 这件事令到我们想想 会不会这个社会是极端的推行自由 以至到个人主义和自我膨胀 是无限地推崇呢 而在社会上推崇多元文化 好像是好事 但是到了那个地步 会不会很难 有人愿意为青年人提出 你这样做不对 或者帮他提出一些方案 使他能够改善自己 我们看到家庭出现很多问题 例如离婚率已经高过60% 而家庭会破碎失婚 和父母其实比较难 为小孩子的婚姻提供榜样 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民主制度好像很完善 有三级议会 但是这种很复杂的三级政府 没有为市民提出一些机会 令到他们对公共事务有热情和支持 反而有很多高税率 工人的权利是很抬头 以及官僚主义是令到所有服务 是进展缓慢 市民对于监察社会 参与社会事务的愿望都会减退 但多数人只会集中在盘算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COVID结束后 我们看到有很多不景气 还有很多大公司停业 有银行倒闭 通货膨胀 以及全球股市向下调 你会看到有很多市民都有一些怨言 因为生活实在艰难 所以对政府有一些不满 你会看到其实现代化的背后 社会上有很多基于全球化的企业垄断 官商勾结等等 都是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的 最好笑的是 加拿大以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但因为现在很着重多元和尊重任何人 很多人都会因为怕了冒犯别人 而不敢直接分享信仰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 其实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所谓落土 我以前很欣赏加拿大人 是很nice 有学会 有礼貌 尊重别人 好像有很高的公民质素 以至到社会上呈现一种人性化 以及互相扶持 但到今时今日回到来 发觉原来 东西方的人的性情都有很多不同 而他们去到最终极 其实仍然都有一种贪难和自私 也都有贪淺 所谓天下无我一阳黑 其实没有太大分别 圣经说败坏之心 人心骄傲 以及贪财是万恶之根 这些都是真的 无论在哪一树都是真的 你会看到有权和有钱的一班人 是很容易会财迷心肖 以至到是会令到一些人 是生活得很艰苦的 为了折省人手 以及要增加利润 这个现在很流行的 叫做人工智能化 都会是非常之积极地推行 但是因为推行了这一种的政策 或者手法 其实令到那个以人为本的服务 就那个气氛是减退 以至到什么服务 都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够得到的 我们会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 个人权利太过上像 或者政府的权利太过上像 两个极端都不是那么理想的 那我们会觉得 其实在生活当中要活出基督 尋找上帝的心意 以及以人为本 以他人为先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信主的群体 永远都是少数族裔 我们的价值观 和主流社会都是不同的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好好把握机会 尽我们自己的一切所能 做好管家的职务 找机会去服事人 去敬拜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